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起 你把梦想写在 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马 骑马 真好玩 这么多马 关注 沿路 雄 雄 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王怎么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母亲不让我打扰父皇 为什么 因为父皇刚刚吃了败仗 失败算不了什么 陛下 来来来来 上来上来 辟吉太来 成败自古周而复识 你也要学点老子 学点什么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你长大就懂得了 朕就在这宫中啊 都快憋死了 朕带你们出去走走 太好了 太好了 去哪儿啊 朕就带你们那 朕 朕一下还没想起来 该带你们去哪儿 你上次告诉朕的公列之乡 有多远 那是个偏远的乡村 离京城少说也得有三百里 三百里不算远 朕带他们去看看 看看那些公列乡民们 倒是现在这种时候 朕越想见他们 了不起啊 一个乡里 八百名男兵 七百一十人参加了对凶作战 一百三十五人建立过军功 太了不起了 叔公 有一个宫里来的大人要见您 宫里来的 正在前厅等候呢 你在这儿守候这些书解 我要是不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好 司马大人 进来一向可好啊 光露大夫驾到 醉人司马迁未及远迎 请大人见谅啊 司马大人 何必行此大礼呢 我是受皇上之托来看望您的 皇上 是吗 难道 他对我这个废人 还不放心吗 司马大人说哪里话 自从太子受冤儿子之后 又发生了李广丽 投降匈奴之事 皇上对于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深有悔意啊 他这一次派我来主要是看看您的身体 还能否再为朝廷效力啊 别 书工 侄子啊 这些书简我今天交给你了 我将此书 我将此书腾写了两部 一部 我把它交给朝廷 这一部啊 你明天把它带回家乡去 藏入山中 一定要把它藏好了 只要他在啊 我这一生 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都算不了什么 我去争议吧 皇上来了 皇上 皇上 before来 まあ 皇上快来看啊 快来看啊 皇上前来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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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IV 皇上下来啦 快来看哪 乡亲妹 皇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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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哪 皇上 皇上来了 快过来 快看哪 乡亲妹 皇上 快看 皇上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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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飘济将军会下的一名士卒 末尾决战后 您在京城给我受过勋 皇上 您可是老狠了 是啊 皇上 我也参加了末北大战啊 不许啊 起来起来 是啊 皇上 来 皇上 慢点 皇上 来 来 来 都好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都想着您 是啊 我们都想着您啊 我们都想着您啊 都想着您啊 皇上啊 您到我们家 坐坐吧 我先看着您啊 甚至你 按下 跟着您的摇材 我先坐坐吧 不然 跟着你大修徒 我们是真痛快啊 皇上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皇上 皇上 我们还有别人的意义 大人去扰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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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西洋人 幸运人的人 能过着苦吗 皇上 皇上 国愿野人 不能再打了 大人 皇上 黄奈西洋人 皇上 你怎么了 父皇 父皇 你怎么哭了 别哭了 父皇 别哭了 不哭 陛下 该喝药了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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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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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将宫中的神仙方式入师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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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灵啊 不是不灵 是皇上认为过去被愚弄了 这些骗子是该被捻走 皇上也不服仙丹 改服汤药了 开始服汤药了 皇上这是怎么了 这样重大的战略性举措 过去无疑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呀 皇上去了宫殿乡一趟 回来后乡变了个人 是不是万念俱灰了 来 皇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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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princess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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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我给您送药来了 马哈龙 谁让你在这儿 陛下 你侧客 陛下 陛下 来人 你说说 朕是个昏君吧 不 陛下是圣明之君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仇恨朕 陈已查明 马赫洛原是刘曲茅安插进宫的人 古往今来 凡是做成大事业的君主 都难免有人畏惧和憎恨 陛下 不必为此烦恼 有意思啊 你金秘帝是昔日匈奴的王子 一个异族 是朕过去的敌人 现在反倒救了朕的命 朕感谢你 而朕是昔日最信任的一些人 现在反倒成了朕的敌人 这些日子朕总在想啊 一个君主带领着他的国家 难道非要靠战争 暴力 血腥的残杀 才能够征服人心嘛 陛下说的话 臣听不懂 臣只知道 大喊着 的确比我们匈奴 情况复杂得多 丰富得多 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 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一如陛下自己所说的 盖用非常之功 必带非常之人 无论多少人反对你 陛下 仍是这样的非常之人 这是朕在昭贤照上说的 你倒用到了朕的身上 陛下 臣貌似尽厌 陛下当前应当关注的 不应该是在下这种人 而是一位能够继承大统的 合格储君 他也应当是一位非常之人 你说得没错 是啊 这正是朕 最忧虑的一件心事 朕要你一道诏书 朕实在是没有想到 现在天下百姓的生活 若是如此艰难 朕悔恨 朕自责 你 替朕你一道 最记诏 向天下 公开检讨朕多少年来的过失 不该过了不得 老百姓没有饭吃 朕打了几十年的仗 朕不该 不该连年征伐 使百姓困于摇曳 疲惫不堪 不该过怎么了得 陛下 这种引咎自责的话 能就这样 能这样写吗 当然 朕就是要改过 有罪己 对天下的苍生做一个交代 为人君者 怎能不顾国家民族的威望 不管百姓的水深火热 钢笔自用 死不回头 你看 快点 慢跑 征合四年二月 刘澈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之兆 诏书中说 自朕即位以来 所为狂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自今 事有伤害百姓 弥废天下者 惜罢之 从此以后 刘澈不再出兵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 courag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消散一次 هنا 明镜与点栏目 在过500人 な赞 在ビ赫比赫 加 confused 母亲也不知道 仆臣司马迁叩见娘娘殿下 免礼 忠书令大人来得正好 皇上让我来看这幅图 可是我看不动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是 周公赴城王建诸侯图 讲的是怎么一回事呢 回娘娘 此话所讲的正是周朝的故事 画上这位跪对着孩子的人 叫周公赴 旁边这位是昭公 他们都是周武王的大臣 正当中的这个孩子就是城王 他是周武王的儿子 周武王驾崩之后 城王即位 由于年龄太小 周武公赴便承担起了 辅佐城王的重任 这幅图所描绘的 这幅图所描绘的 真的吗 佛林 你听到吗 你父皇要选太子了 太子 太子 是什么呀 朕让你讲史 你讲了吗 灰陪陛下 臣只知道那幅画画的是周公赴城王的故事 但是 但是臣并不知道谁是周公谁是城王 那就留个悬念吧 以后天下总会知道的 司马迁 太史公书写完了 真要看一看 书已经住完 臣也想拜请陛下过目 朕等不及了 朕这就派人跟你去取 司马迁 听说你的这部书里头 直笔写了本朝的事 如果朕看完了 一怒之下 下令复之一句 你怎么办 那就 听从命运吧 书 臣已经写完了 臣相信天命 人有人的命运 书有书的命运 但是 此书系家父与悲臣 两代人的心血之所据 如果此书被毁 那悲臣 也无意留恋于人世了 毕生的心血呀 每个人 都有宁舍性命而不愿意舍弃的东西 就拿朕说吧 朕毕生所求 就是要让 我们国家强盛 民族复兴 为了这个目的 朕没有舍弃不了的东西 天下人和后代人 能谅解朕吗 你能理解朕吗 此非悲臣所敢忘义 当面不敢译 你的书里头能不译吗 朕觉得呀 自从李灵那件事以后 你说话越来越小心了 李灵如果今天能回来 朕倒能宽容他 陛下言重了 悲臣乃行于之废人 陛下能不嫌弃 命悲臣任忠书令介入书药 悲臣不慎感激替灵 功可傻堅 因此 你退下吧 臣告退了 朕今天就要看到你的书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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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说让您稍后 朕离世之前 将汉朝江山 和未成年的芙苓 托付给清等 你们 几个人 作为真的 托古之臣 务必 小心谨慎 兢兢业业 不是汉朝 国座断绝 金弥帝 你 你是大蝉鱼的长辈 朕要你给匈奴人传话 汉兄之见不要再打了 你 你 富林 赶快去看看父皇怎么样了 阿尔地 父皇请安 大司马 朕从此 把佛林 和身后知识 都托付给你了 你就是汉朝的周公 你就是汉朝的周公 臣但也能代替陛下去死 求陛下您不要说这样不祥的话了 一切都是天意所定 哪儿会因人的一句话 而改变哪 火光 你把小乌龄抱起来 你们几个人都过来 跪在霍大人的面前 有你等辅佐佑主 陛下 五一十一滴 不敢消失中国 我 乱臣贼子 不敢愧策神器 陛下 陛下是要一儿陪您吗 乱臣贼子 敬金 一二年满六业就二十二岁了 如贝勒初开的年纪啊 朕二十二岁的时候 正是和魏清寒烟他们 跑马入南山 彻夜涉猎不归 荒唐的年龄啊 等陛下的病好了 一二愿意再陪您 去那些地方走走 没有那样的日子了 如果今天朕就死了 你能够陪伴朕一块去吗 陛下 您是要让一二殉葬吗 你不愿意永远陪伴朕吗 不不 不是啊 不不不不是 弗林 弗林 不不不是 陛下 弗林还不过四岁啊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朕 不是 你不愿意跟朕一块儿死 不是啊 陛下 那好吧 那你就先去死吧 不要 陛下 来人 陛下 斯文和江冲跟你是什么关系 霓儿没有犯罪 你以为朕都不知道吗 霓儿没有犯罪 陛下 霓儿没有犯罪 陛下 求求你了 把狗义夫人 交给廷威 霓儿知道错了 死死 霓儿知道错了 陛下 陛下 霓儿知道错了 你们还等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带下去 霓儿知道错了 陛下 求你了 陛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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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你赶快下去吧 不要 陛下 不要 爹 陛下 你不能再活着了 爹 陛下 特别 肯定 我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正是为此前来请罪的 臣死有余辜 你是想让朕杀了你 好让千求万代都颂养你的忠烈 而托马朕是个暴君吗 朕便不成全你 陛下 您的心胸 朕如大海一样深邃 但是 微臣作为使官 只想如实记录所看到的一切 朕快死了 不想戴你的高帽子 那么 司马剑 朕一生月里不可谓不狂 而你是唯一位不肯在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 朕敬重你这一点 所以要留下你 臣并不怕死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如果陛下不喜欢 臣取回这部史书 臣愿意删除书中的陛下本记 重新起草 书 就放在这儿吧 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 其实 你何止是怼朕 怼高皇帝 敬皇帝 你又何尝没有为辞啊 有人劝朕说 烧掉你这部书 可朕说没必要 你的这部书 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证实 但是可以存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外面对朕 杀勾义夫人有什么议论啊 的确有很多人不是十分理解 既然陛下已经立了弗灵殿下为太子 连你也不明白吗 紫若母状必乱天下 你等不在其位的人 很难真正明白 什么叫彻招 什么叫孤寂 什么叫皇帝的不得已 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 所以发生动乱 多是因为皇帝年幼儿 皇太后年轻的缘故 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 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所动 不为其所腐蚀 皇太后年轻寡局 再贤德的人 也难免教舍淫义 而教舍淫义 有大权在乎 要有谁人能够制止他 陛下 您的一生已穷尽人力所能的一切 您总是为社稷子孙欲作谋划 心存大仁慈 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只是 谁也征服不了历史 逃脱不了宿命 陛下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 徽兵史册的千古遗地 这一点 臣一直坚信不移 也许 也许 也许悲臣本来就没有资格 来平民陛下 你认为你就真的理解了朕吗 许多事 最终只有天知道 已经发生的 没有发生的 没有发生的 朕来不及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了 武帝后援二年 即公元前八十七年下历二月丁卯日 汉武皇帝刘彻驾峰于长安做工 刘彻一生所致力抗击的匈奴 在他逝世后的第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五十一年发生分立 一步向北迁徙 越过欧亚草原进入欧洲 另一步南渡黄河归附于汉朝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进程 匈奴民族最终归于消亡 但是 今日华夏百家姓中的流姓 其中一支正是匈奴王族归汉后的皇家次姓 而忽颜慕容两姓 则是匈奴以及后来的显卑民族中王者姓氏的后裔 在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中 也融进了匈奴民族的血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